真香啊 家里的味儿真好 回家也真好 出去吧 一会儿就好了 这油烟太大了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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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镜呢 别管他 做咱们俩是亲近 集团总裁人选怎么样了 打破头了吧 你何想而知 谁最有希望 现在还说不好 那个小徐 你有印象吗 就是总公司办公室那个主任 徐建博 嗯 今天领导话里话外 透露出那么点意思 小徐同志能量不小啊 乔董是掌心中的人选呢 嗯 只要这个事情顺利的过去 谁党都行 我都快退休了 今天 我也把这个意思透露了一下 看来您决心一定了 嗯 方凯知道吗 总裁唤选 他还不应该知道吧 那他要是知道了呢 跟他没关系 喂 方凯啊 你回来了 还好吧 小韩去接的你 嗯 他还好吗 我爸 他在 你等会儿 喂 方凯 回来了 这趟收益匪浅吧 啊 我看不必了 何必那么客气呢 那好 明天晚上到我这吃顿便饭 好 明天见 嗯 嗯 嗯 小韩 嗯 明天下班我去接你 去乔总讲一趟 明天就去啊 嗯 应该 乔总这些年对你不错 新安公司谁提拔的这么可爱啊 一定得去 那是 不过 我自己也得胜任啊 爸 来一桩 来一桩 小韩 嗯 我不喝 还不舒服 小萌呢 吃饭都不知道出来 那 那我去叫他吧 小萌 你怎么躲着不出来 快过来 陪哥喝杯酒 来了 哥 你们可以先吃吗 小韩 哎 快点 哦 那一天了 早点休息吧 哎 嗯 小萌 你怎么了 我怎么了 是你怎么了 我知道你还在生气 昨天晚上 我 你先看看这个再说 我一直当你是我最亲的人 也一直说要做你这样的人 我不敢相信才先来问你的 嫂子 你太让我失望了 pequ缘 兄自己 二道 我 你要 小孩 哥 哥 你到我房间来一下 我有话说 来了 真讨厌 这东西从哪儿来的 它包里 你怎么能随便翻你嗓子的包 你是大人了 怎么做事跟小孩似的 哥 你看清楚了 这是什么 我看清楚了 你的意思是说 你嫂子在外边有了别人 出了这种事对吗 这张纸说明不了什么 你和我一样清楚 你嫂子是什么样的人 那你说说 这是怎么回事 这是你嫂子自己的事 她要想说 她一定会对我说的 你还护着她 你怎么那么糊涂的 哥 我知道你是替哥着想 但这件事肯定是你错了 还有 千万不能让爸爸知道 哥 答应我 ああ 刚才不是这样的事了吗 你不要这样的事啊 我看你怎么没问题 我看你为什么要这样的事啊 我眼前我的事啊 我看你了 你不想撬召变下了 我看你了 那些事啊 我看你了 你不想撬变下了 我看你了 还没洗澡啊 快洗去 洗澡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这个是我这次从国外带回来的特效药 最新技术 效果特别明显 很多人吃两个疗程就渐小了 有临床病例 是吗 你不信啊 信 睡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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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去死了 我去死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一直担心 但这一天终于到 这是迟早的事 我跟小梦说了 手术单不是他的 但我知道是 董小汉背叛了我 我怪他 谁让我不是一个真正的男人 和我在一起 让他受委屈了 如果我还想跟他过下去 我只能装着不知道 我爱他 不开他 小韩 小韩 瞧你 眼神这么擦 老公刚回来 你可能悠在点啊 这是要取的书 啊 啊 我爱他 不许 tangent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方总 您回来了 下饭 来 这是我刚煮好的一杯 请尝一尝 您刚走那这儿 没咖啡喝了 我还真不习惯 咱们这就来了 闲着也是闲着 还不如来公司上班呢 还得说咱们方总这责任心呢 要不怎么又高升了 我还没给您倒喜呢 倒什么喜啊 您刚回来还不知道吧 倒也没正式宣布 不过人人可都知道这件事了 总公司让您兼任 新安华茂投资公司的总经理 您现在可是新安集团 唯一的双料总经理了 这倒算是个喜馅 小凡 来 坐坐 还有什么新闻 有 还都是大事呢 好多重要位置都要换人了 连总裁都要换届了 那李总呢 就是因为李总调任了 上级领导只是内部提拔一个 好家伙 这下总公司那帮人可红了眼了 乔董事长提前从新加坡回来 据说就是为了这个事 那看来我这喜事倒不算什么采头了 还不算啊 可以了 不过 虽说您年轻资历浅 可我觉得您是集团总裁的料 可以博一博吗 可以吗 谁不知道您是乔董事长的人呢 这事乔董的意见是决定性的 小凡 你可不能胡说 一个总经理就够我一呛的了 何况是两个 再说了 你真给我集团总裁 我还不敢干呢 我去告诉大伙您回来了 大家还都憋着让您请客呢 小凡 先放一包 你让我安静安静 那好 那就晚点再说 嗯 你让我安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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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安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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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 你默默坐在我身边 傍晚才离去 你披在我肩上的酒面衣 带着你的清晰 看寒风中你远去 歌声伴随你 有多少残缺的给予 不能忘记 在心中有了全部 恨意 千年有钱 这一个人也没有 算我包场 再唱一唱 喂 你好 小韩电话 喂 喂 小韩 下班我去见你 好 小韩 那是你老公吧 好漂亮的车啊 还是小韩有福气 小韩拜拜 拜拜 再见啊 拜拜 新车 我们的业绩好 公司奖励了一笔钱 刚好购买这辆车 小汉 集团准备让我兼任一家投资公司的老总 马上就宣布 我也是刚刚知道 那你就更忙了 再忙 我也要抽时间来陪你 放心 小汉 王凯 好久不见 小语 你可是越变越漂亮 我爸在楼上书房子 你做好像这样 东省呢 跟没来过去 这个家呀 我来过多少次了 每回都是 贪违观止啊 爸 你们的双量总经理来了 恭喜你了 方总 都是乔董的提拔 我是专程来道谢的 我的厨艺不精 赶不上小韩的 叫了外卖 你们凑合点吃吧 没关系 只要是中国菜 我都爱吃 你那个苏警官没在家 你来十回 能碰上他一回 算你造化了 乔董 您好 小韩 乔伯伯好 好久没见他了 来来 这边坐 小韩 你给我块摆菜去吧 去吧 乔董 这是我从加拿大带来的礼物 不成敬意 你太客气了 那件事情 你知道了吧 是 让我兼职的事 确切吗 以后 你的担子就更重了 好好干 前途无量啊 权杖乔董的栽培 我一定竭尽全力 不能这么说 首先是你的工作能力强 能者多劳嘛 你的工作成绩 大家都看到了 自然我也看得见 您过奖了 你身体怎么样 我都担心死了 也不敢给你打电话 还行吧 放开他看出来了吗 酸酸 一会儿再聊吧 我给你炖了鸡汤 一会儿你多喝点 放杯 来 三杯未鲜 不能再喝了 如今身体不行了 乔董一向是海量 来 我爸在新加坡 犯了心脏病 现在不再是海量了 是吗 那这病您得定期检查 可不能大意 乔董 回头我找一好大夫 给您瞧瞧 对了 你是学生物化学的 医务界的朋友 一定很多 倒不在医生 心脏病最怕 就是激动生气 你们公司的人 少给他添堵就行了 别胡说 整个新安公司 有谁会 有谁敢给乔董添堵 咱们公司 最近很忙 又都是大事 等忙过来这一段 我也就该退休了 您要退了 您还不到年龄啊 老兵相交 不堪重负了 你看 原本啊 我还想跟着乔董啊 干几年 好好学习学习 乔董这一退 你看我这心里还觉得 觉得没什么依靠呢 方凯啊 你这么想就不对了 凭你的能力 你不必再依靠任何人 你现在是两个分公司的总经理 这在咱们新安集团 是没有先例的 你年轻 人又勤力 又刚刚出国度过金 只要是不浮躁 前途是可想而知的 我听您的 一定要更加努力 对 乔董 您刚才说 集团公司的大事 是集团总裁的人选吧 你听说了 上头说 在集团内部选拔 对这个有没有什么 规定或者 画了什么条条框框之类的 倒没有什么杠杠 只要是中层干部就行 不过 要提集团的总裁 总还是有个范围的 不过 有资格的人选 也就是那么几个 怎么着 方总 不会是想当总裁了吧 不不不 我只是想打听打听 看有什么规定 好知道自己 有多大差距 你最好别动这脑筋 徐建博知道吧 他从总局下来的人 也是梯队里的人 知道这里边的水深了吧 小语 别胡说八道 水深水浅 那全在乔董脑子里呢 只要跟着乔董干 那水再深啊 咱也不怕 吃饱了 小韩 他们两个男人聊大事 我也听不明白 咱们进去说话去 那我去吧 来 吃菜 我吃饱了 饱了 那喝茶吗 那就陪乔董喝一会儿 好 来 来 方凯真你生气了 不想干 我就见不到这一门心思 就想升官发财的人 特意喂你炖的鸡汤 也没见你喝两口 你哪有心思喝汤 怎么了 那个手术弹 让方默看见了 他以前就有烦我东西的习惯 天哪 你留着那个单子干嘛 这不给自己下套了吗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就是没舍得丢 方凯肯定知道了 但是他什么都没说 一个字都不提 他越是不提吧 我就越觉得害怕 够阴的 我就说他变态吧 你这几年干得不错 我替你多说了几句话 就有人说你是我的人了 其实我不过是认人为财罢了 乔董说的是 但我对您仍然感激不尽 你这么说 我就再叮嘱几句 年轻人嘛 有进取心 有追求是好事 但是要稳扎稳打 步子卖得太快太大 很容易摔跤 这次我提议你 兼任两个分公司的总经理 虽然在集团里没有先例 但是你的能力服人 我又打了包票 所以董事会通过了 但并非无人议论呢 我心里有数 你的日子还长着呢 要把眼光放远一点 再好好干的几年 做出点成绩来 以后不愁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至于眼下这件事 天时地利人和都不具备 我就是有心帮你 恐怕也很难如愿 我这是讨心无恶的话 以后我就不再多说了 好香的茶 我有些累了 就不久留你们了 反正那个单子上没你的名字 你就给他来个敌死不认 看他能难你怎么样 现在最要紧的是你的身体 你看看你这脸色 都成什么样了 可是他要是问我 我怎么说呀 我总得有个说法吧 就说是我的 我不想要孩子 我瞒着我爸 瞒着苏静 以后找他来问我 那怎么能行呢 那怎么不行啊 谁让咱俩是密友的 再说了 也没什么其他的办法 你又不愿意离开方凯 鬼中蜜语还没说完呢 巧悦 先把老婆还我吧 你们可以天天见面 我们可是久别重逢 还你 方凯 小韩这两天脸色可不太好 你得好好疼他 放心 最疼他的人还是我 小韩 咱们回家吧 乔伯夫累了 嗯 爸 方凯还是不知足 你觉得呢 您不用理他 不理他 六年前我就不想理 でしょう 我 有什么意义 我 你 我 我 我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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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